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我是一个26岁的年轻的摄影记者 拍照、采访、记录社会 这是我一个本职的工作 当时报纸规定只能发正面的、歌颂的、拥护的这样的一些场面 和学猫柱的等等这样的场面 凡是负面的 就是皮斗、幽阶失重、戴高帽、抹黑脸、抄家 乃至于欣赏出绝 一律不准见报 所以在我们这个摄影记者当中 就有这样一个话说 要拍有用的照片 说有用就报纸能用 这就叫有用 报纸不用的照片就叫没有用 那么我就在拍这个有用的照片前提下 我就拍了一些这个没用的照片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你拍这个没用的照片 这是很犯计的 所以我经常被同事举报 后来发展到我的亲属 家里发生的被迫自杀的现象 包括我太太的父亲 当然后来又发展到我也被披露了 当革命张开了血泵大口 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 我还能够拥护吗 我还能够继续去欢呼吗